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苦海大商夫陈建成 今天是4月5号 那明天呢 我们整个大家休了四天廉价之后 明月台股要重新开市 那我们的这一个礼拜五 礼拜五美股没有开盘 那礼拜四晚上 连同我们的礼拜四的收盘 整个台股市大涨外资 也同步大买超期货 也大买超期限货都同步大买 那礼拜五的肺半收盘呢 也是大涨 那肺半即将要创这个新高 纳斯达克目前是在 每股三大指数里面相对比较弱的 那肺半呢 S&P500创新高 那道琼大亚也是持续震荡整理之后 也在持续创高 那我想4月的操作呢 我在4月1号的已经有跟各位讲过 节奏分三部分 4月初三月营收股 4月中棋子结算 4月底 5月初就是低级激报 还有这个月底作涨 接下来就是龙卷回补的行情 所以4月的行情会非常的热 如果你错约今年以来 1月2月过年那段时间比较门 其实3月还是很多股票在涨 如果你一直在错过 4月这个大行情 你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从上大 从这个4月1号的法轮买卖超 特别是外资的呢 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布局分几个大族群 第一个被动员件 更正 记忆体 再来航运股 记忆体 航运股 是这个 还有包括全职股的台积电连电 是这个外资的这个 布局的一个几个主族当中 那除了这之外呢 有没有其他的族群 有 那我想我们明天开始呢 包括在上礼拜 3月底的时候 我们已经带会员陆陆续续布局 3月营收会有一个很大的暴冲力 爆发力的个股 所以在下礼拜 我们就等着3月营收公布 那还没上车的 其实在明天 你还有上车的机会 因为明天4月6号到10号这段期间 营收陆陆续续都会公布了 因此呢 这段时间 你如果整个在抽策上面 不知道怎么选股的 或者是你的操作 在这段时间呢 总是怎么样 赚了指数 但是你没有赚到你的股价 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营收爆充股 我们就在那边等你 跟着我们操作这一档 今天 你来跟我们回复挖金加一 然后明天呢 开盘前 我们就给你明天的这个操作指令 跟着我们 就是这一档3月营收爆充股 好那 营收呢 不是只有3月爆充 因为我们选的只有基本面有题材 它会在4月5月6月7月 它的营收会逐月一个月一个月往上成长 那趁着上周呢 这个季礼作帐之后 那有一些人就先下车了 那股价也有多少的拉回 那我们正好这两天来带你布局 你正好可以趁拉回的时候 布局在相对的地点 好那我们养肩的这个 明天就要收价了 那我想今天各位也放了4天假 今天晚上早晚休息 给自己一个轻松愉快的这个假期 最后一个晚上好好跟家人 跟朋友 那祝各位明天上班 事事顺利 然后呢 你的手上股票支支 涨停板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